持去一線城市高薪白嶺工作 回到家鄉辦農場當全職農民 今年34歲的陳昔榮懷著耕種的夢想 堅守在田間地頭 帶動家鄉農業走向現代化的發展之路 今日的奮進新時代勞動最光榮 我們去認識豆山鎮年輕農民陳昔榮 今年34歲的陳昔榮出生在豆山鎮的一個農村家庭 大學畢業之後他在廣州從事貿易工作 2014年陳昔榮辭去工作 帶著妻兒回到老家 當起了全職農民 裝扮了六道農場 當初選擇回鄉創業當一名職業農民 首先是得益於國家對農業政策的大力扶持 另外一點就是本身我是農民出身的 農民的兒子對土地有深厚的土地情節 萬事開頭難 對於陳昔榮來說 從播種到收割 每一步都是全新的挑戰 都需要他慢慢摸索 於是陳昔榮積極參加省、市、鎮 各類農業實用技術培訓 慢慢摸索科學種植水道技術 不斷積累經營管理經驗 提高水道產量 帶動農戶增產增收 成為斗山鎮水道種植創建示範戶 為其他家庭農業生產 起示範帶頭作用 以前種植跟現在種植的最大差別 就是機械化程度更高了 在大規模的種植過程中 離不開機械化發展 也得益於機械化的推廣 所以我們擴大規模方面更有信心 自農場成立以來 陳昔榮不斷探索種養結合模式 走生態農業、智能農業的發展方向 更新科學種植水道技術 積極應用新品種、新技術、新農藝 推動水道全程機械化生產、加工 銷售一條龍融合發展 並推廣稻鴨供養生態農業 和智能機械農業模式 帶動周邊農戶發展 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來襲 陳昔榮還響應村委會號召 主動利用無人機、噴霧器等農機設備 對五福村進行噴灑消毒 帶領幹部群眾 為抗擊疫情貢獻自己的力量 他一個年輕小伙子回來農村裡面 耕田的話真的是很難得 他的理念就是想回來帶動農民增加收入 提高產量 特別在今年疫情開始的時候 我們想到教授消毒 消毒的話他主動的配合我們 用無人機幫我們消毒 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發 希望我們大家多向他消息 六年來 在陳昔榮的不斷努力下 農場由原來的幾畝田發展到如今的300幾畝耕地 實現了農業生產全程機械化 並在2019年獲得全國基層農技推廣體系改革 同建設項目農業科技示範基地 2019年企業榮獲廣東省級示範家庭農場稱號 接下來的工作就想把農業這一塊發展到更高一個層次 比如說生加工方面 我們計劃種植糯米 台山的糕點種植是比較有名的 但是在生加工方面沒有一個突出的品牌 接下來我們計劃往這一方面發展 然後帶動周邊的婦女們去包種植 實現鄉村振興